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可以拿出來對抗這些承抗者的法律 譬如說刑法 譬如說社會秩序維護法 譬如說警察的資權刑施法 譬如說甚至Hydis公務人案件的入出國於移民法 這些法律 我大概就針對我這邊提供資料給你們回應 我也不做現場的QA 好不好 我們呼籲司法機關審判的時候 要審慎衡量人民基本權利 妨害公務被濫用 妨害公務被濫用 只修集有沒批用 只修集有沒批用 警惠無罪 抗災有理 非常失望 民進黨的態度其實跟國民黨不相上下 那今天華光社區424裁遷的時候 五個被告 現在已經是一審判決有罪的情況 被判50天 五個被告已經來現場 那今天我們的訴求很簡單 大概兩個禮拜前 民進黨提出集有法修法版本 但是我們已經多次的跟民進黨還有國民黨指出 現在修集有法並不能完全保障人民的集會遊行權利 現在集有法已經不再是警方執法 已經不再是警方執法 已經不再是警方執法的判斷標準 現在 妨害公務常是被警方作為鎮壓集會遊行的手段 那在過去 政府常常以集會遊行法作為前置人民言論自由 還有承抗活動的一種手段 但是在2014年就是集有法被宣告部分危險之後 警方發現集有法變得不好用 它用起來可能會有爭議 會有麻煩 於是他開始 在刑法裡面去找各式各樣的法條 來偵辦 來打壓人民自由 那比如說 你進到一個公家機關 進去裡面坐在地上喊口號 作為抗議 他就告你侵入住居 然後擋怪手 擋車 叫做強制罪 甚至是公共危險罪 那還有五路公署這種奇怪的法律 那其中最常被濫用 而且對警方來說 最好用的就是妨害公務 因為他的認定條件非常的寬鬆 而且他的定罪率非常高 而且他的刑期往往是比 集會遊行法還要嚴重 那過去我們一直要求要修集會遊行法 那現在看起來應該是好像要修法了 那這點我們還在等著看 那不過補起人權這個部分 他補起了集會遊行法這個漏洞之外 我們現在要求他也要補起 妨礙公務這個漏洞 那妨礙公務他其實指對合法 所以是合法執行公務的公務原型強暴 強暴脅迫的行為 但是在華光的案子裡面我們發現 當然分局他當天執行的勤務的合法性是有問題的 不管是他封接的時間跟封接範圍還有當天派出援警的人數 在法院議局上都是有問題的 那也就是說我們對於 警察執行公務的這個合法性的認定 應該有更嚴謹的標準 這是為了避免警察違法濫權的可能性 並不是說警察今天穿上了制服 他的一切行為就叫合法公務 我們只要阻擾他就叫妨礙公務 不應該是這個樣子 第二點 華光這個案子當天有些人只是推擠到柵欄 那甚至不是鋸馬 只是一個工地的圍裡而已 就叫妨礙公務 那有人只是拿麥克風在旁邊喊口號 就像我現在拿麥克風講話 這也叫妨礙公務 那有人甚至只是拍照 就被抓起來說妨礙公務 那是不是哪天我看警察不爽我瞪著他 這也叫妨礙公務 譬如說公務的執行 法條上已經規定說必須要依法執行職務 才叫做合法的公務 可是在華光案件中我們就可以看到 譬如說禁制區的行駛 禁制區居然可以隨著官員移動 而且他的範圍其實非常的不明 並且他還會彷彿結界一樣的隨著 就是警察想要禁制的區域而移動 這也是非常的不合理 難道這可以真是合法的公務嗎 我們覺得非常的懷疑 另外關於強暴脅迫這件事情 法院更多的是完全不管實務 學說上累積了多少 關於強暴脅迫的標準 什麼叫強暴脅迫呢 譬如說我在抗爭現場 常常發生推擠 那這個其實是很常見的狀況 問題是我只要一推擠 然後拉到整個警方盾牌 以致於警方重心不穩的浪槍了一下 太棒了 妨礙公務成立 因為你已經達到強暴脅迫的標準了 就是華光案抗爭者王中民先生 是其中一次因為妨礙公務而入獄的理由 我呼籲大家下個禮拜可以一起去法院旁聽 因為我認為在訴訟過程中 大家可以看清楚 我看到我自己覺得最嚴重的狀況是 當我們在談為什麼 我們在進行這樣的抗爭的時候 其實你可以看出來 不管是法官也好 不管是檢察官也好 他們嘴巴可能帶著微笑 他們可能看起來像在聽 可是你可以很清楚的看到他們的樣子就是 他其實是有聽沒有進去 為什麼 我不想說是因為他們冷漠 我也覺得他們不是因為冷漠 他們之所以看起來漫不經兮 心不在焉的原因是因為 他們認為這個與案情無關 也就是這個司法的框架已經被設定 他是妨礙公務 所以他不會想要去談 跟妨礙公務沒有關係的其他的事情 所以這次極有法的修法 如果沒有辦法把承抗事件宣起來 當我在這個關於承抗事件的相關的案件之中 我就是要來談這個承抗事件 我就是要來談你為什麼要來抗議 我就是要來談到底公務單位 他發生什麼事情 如果我的框架是這樣設定很清楚的 法官跟檢察官在庭上 就不會把耳朵關起來 而現在只要你是用妨礙公務或者其他 比方說我們看到其他的抗議案件中 有強制罪等等的 甚至有違反交通規則的 他們就會覺得這個與案情無關 這個是不相干的事情 他們就會把耳朵關起來 我們總共有三個訴求 那第一個是 徹查2013年 華光強制執行 4月24號強制執行的時候 警察違法封接的情況 第二點 要求民黨承諾執政之後 不再濫用妨礙公務 第三點 對於現行妨礙公務 以及其他所有刑事化的罪行 做全面的通盤檢討 我大概就針對我這邊提供資料給你們回應 我也不錯現場的QA好不好 第一點 民進黨保障人民集會自由 以支持我們的主張 集會遊行法修正是我們一直努力的目標 同時已經納入了立法院黨團本會期的重要優先法案 第二點 民進黨集的立委提案集會遊行法修正案 已經經過委員會初步的審查 然後把這個法案名稱改為集會遊行保障法 現在評估把現行的集會遊行的許可制 改為報備制的這個方向來修法 鬆綁人民集會遊行的限制 落實保障人權 第三點 人民有表達意見的自由 為近年來 許多人民因為陳情抗議 聲陷司法官司 我們也呼籲司法機關審判的時候 要審慎衡量人民基本權利與權益的保障 謝謝 沒有回答問題 問題吧我剛剛問的問題啊 那防害公務是什麼 那現在就來問論解惡法 黨團的意思是什麼 統一修法嗎 有沒有辦法照政令軍委員的版本 還是要照行政院的版本 現在講清楚嗎 現在你們已經是國會多數了 這麼簡單的事情都沒有辦法答應嗎 那防害公務你要怎麼做嗎 你們對防害公務有沒有什麼態度嗎 不要現在說我尊重司法 這種話誰都會講說保障人民權利 這個法學院連教授都在講的事情 防害公務的部分我剛剛第三點也提到 就是這個我剛剛已經第三點也提到 就是說我們這個希望這個呼籲喔 法院在審理的時候必須要考慮到 人民的權益跟權利好不好 好